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 可是想要去往远方的星海 仅凭现在的飞行器 恐怕是没办法做到的 这就给人类提出了一个挑战 光速飞行 可是事实上 不要说以光速飞行 就算是达到光速的1% 我们都没有实现 爱因斯坦的侠义相对论 甚至还限制了我们制造出光速飞船 因为有进质量的飞船 不可能被加速到光速 不管怎样 人类还是想实现星际飞行 甚至是星系际飞行 从而去看看这个宇宙究竟有多大 好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给了我们希望 我们所知的物质要么质量为零 要么质量大于零 但宇宙中可能存在着一种 质量为负的特殊物质 利用这种负质量的东西 可以制造出极为特别的推进系统 驱速引擎 通过负质量 可以在驱速飞船周围 制造出一种特殊的石空炮 飞船前部的空间被挤压 而后部的空间被扩张 利用这种空间弯曲效应 驱速飞船可以被空间拖着往前进 速度能够超过光速 由于驱速飞船是利用了空间效应 它本身相对于所处的背景空间 是正常速度 所以这种超光速飞行 并没有违背相对论 不仅如此 这种超光速效应也不会带来时间膨胀的问题 倘若驱速飞船的驱速层级可以达到非常高 使得速度可达一秒一光年相当于光速的3156万倍 那么这样的驱速飞船飞到宇宙的尽头要多久呢? 光是人类目前已知速度最快的物质 它能够一秒跨越30万公里的距离 以我们目前所拥有的驱动技术 达到的速度在光速眼里不值一提 而宇宙有一个极其宽广的存在 宽广到一般的单位都无法描述 于是天文上采取了一个长度单位 光年 用光在一年时间所走的距离来表示 对于每秒前进一光年的驱速飞船 只要一秒就能飞离太阳系 而旅行者一号需要大约1.8万年 只要不到半分钟的时间 驱速飞船就能到达25光年外的织女星 到达2.6万光年外的银河系中心 只要7.2小时 从银河系盘面的一端飞到另一端 驱速飞船只需50小时 飞出银河系轻而易举 飞到250万光年外的仙女座星系 也只用耗时29天 离开本星系群 到达本超星系团中心 5380万光年外的仙女座星系团 所需的时间为1.7年 目前看起来还不错 驱速飞船可以实现星系级飞行 轻松造访银河系附近的星系 然而 如果要继续飞得更远 即便是这么快的驱速飞船 速度也会渐渐开始显得不够快 穿过5.2亿光年的 拉尼亚凯亚潮星系团 驱速飞船将要耗时16.5年 飞到31.5又亿光年外 所需时间将要达到100年 这已经耗尽了一个人的一生时间 而飞到110光年外 将要耗时317年 这是12代人的时间 如果要到465亿光年外的 可观测宇宙镜头 驱速飞船将要耗时1473年 要知道 这只是离开我们所能观测到的宇宙镜头 距离真正的宇宙边缘还远得很 我们所看不到的宇宙 远远大于已知的宇宙 至于驱速飞船能否到达宇宙的尽头 就取决于宇宙的几何形状 宇宙空间整体有可能是平坦的 也有可能是马鞍形的 这两种宇宙都是开放式的 空间无限大 所以无论怎么飞 驱速飞船都不可能飞到尽头 还有第三种可能性 空间整体是弯曲逼合的 虽然这样的宇宙大小是有限的 但没有边界 在这样的宇宙中 驱速飞船一直向前飞 最终也不会飞到尽头 而是会返回最初的位置 这就像飞机在地球上 沿着同一个方向一直飞行一样 不管怎样 宇宙都是难以想象的大 即便每秒能走一光年 想要游遍整个宇宙是不可能的 真正能让我们转瞬间 就能跨越巨大空间 前往遥远宇宙的东西是虫洞 这也是广义相对论的预言 同样的 造出大型虫洞也要借助于负质量 虽然负质量难觅踪影 但负能量已经被找到 根据卡西米尔效应 两块在真空中的金属板 具有除引力外的吸引力 这是因为真空不是空的 而是会出现量子涨落现象 使两个金属板之间出现负压效应 至于能否利用这种负能量 还需更多的实验探究 然来 就算速度达到了每秒一光年 可宇宙究竟有多大呢 万一它无穷无尽 我们速度再快 也是徒劳 宇宙有尽头吗 还好 宇宙是有尽头的 宇宙年龄大约140亿年 关于宇宙是怎么诞生的 科学家们众说纷纭 但比较被认可的说法 是宇宙大爆炸起源论 该学说认为 宇宙在大约140亿年前 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起点 没有时间 没有空间 也就是什么都没有 基点在某一刻达到了极限 于是爆炸便产生了 那一刻 时间 空间和物质从零开始 宇宙出现了 爆炸产生的能量 促使宇宙膨胀 就像我们吹气球一样 因此 从这个理论可以看出 宇宙是有镜头的 根据宇宙的年龄 和它现在的直径来看 宇宙的膨胀速度 是超过光速的 这说明 飞行器朝着镜头前进 终点也在前进 并且终点的速度 还比飞行器快 所以有科学家认为 即便达到了 一秒钟一光年的速度 人类恐怕也很难 达到宇宙的尽头 除非膨胀的速度减慢 那么如果人类 也能克服宇宙膨胀 带来的影响 最终来到了宇宙的边缘 一切就结束了吗 宇宙的外面是什么 宇宙以外是什么 宇宙之外还是宇宙 不过是另一个宇宙 并且它和我们 属于平行关系 这是科幻片里 经常出现的情节 物理学家们却认为 这种情况可能真的存在 这便是平行宇宙假说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每个宇宙都是单独的个体 它们之间互不干涉 就像世间没有两片一样的树叶 同样的 也没有两个相同的宇宙 可能在某一个宇宙 存在着已经灭绝的物种 可能在某个宇宙存在另一个你 但它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为何我们现在无法发现平行宇宙呢 首先 平行宇宙属于比人类文明 还要高级数倍的存在 按照宇宙等级划分 要进入平行宇宙 起码要达到五级文明 即探索完本宇宙 才能开启多元宇宙之旅 人类目前的文明等级为0.7级 连初级宇宙文明都没有达到 无法发现平行宇宙 当人类突破一秒钟一光年后 文明等级在三级到四级之间 想要发现平行宇宙仍然存在难度 因为一秒一光年 还无法做到自由穿梭在宇宙中 对于自己所在的银河系倒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时候 人类还在朝着四级文明的路上前进 在天文学家的眼里 四颗飞船的速度 其实并不是最好的方法 实现空间的穿梭 才是达到四级文明的关键 除了曲率引擎 还有很多人类畅想的未来技术 比如虫洞 它就像沟通两个空间的桥梁 能够突破距离 此来还有空间折叠技术 也是直接实现空间上的距离缩短 这些方式所需要的时间远比 直接将飞行器的速度提到每秒一光年短 而且超光速飞行对于物体来说 还有一个极限无法突破 那就是质量 超光速飞行会发生什么 很多人提到超光速就会联想到穿越时空 理论上这是会发生的 按照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当达到光速后 人们就能看见过去的事情 超过光速越多 能看到的过去也就更遥远 然来 爱因斯坦还说到 光速不是那么好超越的 因为物体的速度 还会决定物体的质量 我们很多人都认为 物体的质量是不会变的 它是物体的本来属性 爱因斯坦却告诉人们 质量是会变的 并且速度越是接近光速 物体的质量就会更大 根据爱因斯坦质量与速度的公式 我们可以看出 当物体的速度达到光速 或者超越光速后 很有可能迎来一个悲惨的后果 整个运动体系崩溃 也就是说 宇宙飞船所在的空间体系 完全瓦解 不复存在 其中的物质 更是会直接解体 成为宇宙中的粒子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 如果以这样的速度 人类不仅到不了宇宙的边缘 反而在速度达到光速的 那一瞬间迎来终结 对于这趟旅途的人来说 一切结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